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研究院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美国是否可能取消联邦所得税 并以进口关税来取而代之 在这份报告中 我们分析了美国的税收结构 关税收入的历史演变 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相关政策主张 我们发现取消联邦所得税的想法 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包括收入缺口的巨大 以及提高关税可能带来的消费者支出上升 和国际贸易紧张等负面影响 这样的政策不仅难以实现 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国内政治的对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有没有可能取消联邦所得税 而对进口关税代之 中国研究院 摘要 本报告评估了美国通过取消联邦所得税 并增加进口关税以替代其收入的可能性 结合美国最新的财政数据 关税政策的历史变化 特朗普相关政策主张 以及此政策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潜在影响 我们评估其可行性及挑战 一言 在全球经济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 美国的税收政策正在被重新审视 有建议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取消联邦所得税 并增加关税来代替联邦政府的收入来源 2. 美国联邦所得税概述 2.1收入结构 2024年数据 截至2024年10月 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收入约为4.92万亿美元 主要来源包括 个人所得税约占总收入的48%为2.36万亿美元 公司所得税约占总收入的8% 约4000亿美元 工资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税 约占总收入的37%及1.82万亿美元 其他收入包括关税、消费税等 占总收入的7% 约3440亿美元 2.2税收规模和趋势 2024年的联邦收入比2023年略有增长 这主要归因于经济回升带来的税收增长和物价上涨导致的消费增加 3.进口关税的历史与作用 3.1关税收入的演变 关税在19世纪末曾是美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但随着所得税和全球化的发展 关税收入逐渐减少 3.2关税在美国财政中的地位 截至2024年10月 关税收入约为950亿美元 仅占联邦总收入的1.9% 相比于联邦所得税收入 关税收入规模较小 4.取消联邦所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4.1所得税收入缺口 取消联邦所得税将使联邦政府失去约2.7万亿美元的年度收入 若以关税替代 关税收入需增长至约26倍 这在现有进口基础上不现实 4.2进口关税的调整空间 2024年 美国的商品进口总额为3.8万亿美元 为弥补缺口 平均关税税率将需提升至约70%以上 这将大幅推高进口商品价格 5.增加进口关税的影响评估 5.1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5.1.1消费者支出 增加关税直接抬高进口商品价格 如电子产品和汽车等 2019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导致洗衣机价格上涨12% 消费者额外支出超15亿美元 5.1.2企业成本 关税增加将推高制造业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 2018年哈雷戴维森公司因欧洲加征关税 被迫将部分生产转移至海外 5.2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5.2.1贸易伙伴的反应 主要贸易伙伴可能会报复性地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 例如2018年欧盟和加拿大对美国产品加征反制关税 导致美国农产品出口受挫 5.2.2贸易争端案例 2018至2020年的中美贸易战史 美国GDP减少约0.3% 导致3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 表明关税增加的负面影响 5.3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提高关税将加剧中美紧张关系 影响科技金融等领域合作 进一步削弱双边贸易 6.政治和社会因素考量 6.1国内政治阻力 超过60%的美国人反对提高关税 担心其导致物价上涨 而行业游说团体也对关税增加持反对态度 6.2社会公平问题 所得税中的累进税率缓解收入不平等 而关税负担加重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压力 7.特朗普政策主张的影响 特朗普曾提议通过加征关税来推动制造业回流 并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他在2018至2020年对中国产品加征了关税 导致2019年关税收入创下930亿美元的新高 然而许多分析认为 关税政策加剧了美中经济对抗 最终推高了消费者成本 8.结论 取消联邦所得税并以关税替代的可能性极低 关税收入无法填补所得税缺口 且会带来物价上涨和国际关系紧张等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 1.财政部阅读报告和联邦收入概况 来源美国财政部数据 Dlanger Fiscal Data Treasury 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对2024年联邦收入的统计 包括收入组成关税收入和其他财政指标 2.中美贸易战的经济影响 来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研究 概述 分析中美贸易战对美国GDP和就业的影响 显示了关税增加对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 3.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背景和影响 来源美国相关政策文献集 财政部阅读报告 特朗普政策推动了对中国产品的大规模加征关税 显示其对美国制造业和联邦关税收入的影响 4.美国政府年度财政报告 来源2023财年财政报告 Dlanger Monthly Treasury Statement 涵盖了财政收入结构 政府开支和收入增减的年度趋势分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